相信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人每天都要经历一件事 赶着早晚高峰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 与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擦肩而过 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范尔阿海是一名设计师 从大二开始就经常通宵刷页 参加工作后更是经常熬夜修改方案 在创意的高压和熬夜的模式下 脱发越来越严重了 从小出生在小城市的乡村 很想打拼一番自己的事业 上海是一个另一向往的城市 华丹璀璨流不息 然而到了大城市才会发现自己有多么渺小 每个月的工资三分之一付了房租 只有做不完的工作和无数个孤单的夜晚与自己作伴 他跟我说 这次接受父母在老家安排的相亲 同时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 从头做起 也许一切的好转都在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的那天开始 一个决心 一种人生